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是高龄化 也因此让三代同堂出游的机会 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车商也看到这一块的商机 你会发现市场上面 多人座需求承载的车款 选择性也越来越多了 那近期有不少这种三排座的 这种多人座车款 纷纷的亮相了 到底哪一台 台是台湾家庭的新头好呢 那首先我们就先从 豪华品牌来看起 今年8月才刚上市小改款的 宾市的V-Class埃大 带我们来看看 冠宇这部V-Class 可以说是相当的特别 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报告 其实宾市以V-Class来说 延伸出非常多不同的车型 包含它的Vito 那种纯粹的商务接送旅游用途 像我们出国常常都是 这种车子在接送 那这样的车型还有 一般家庭使用 就像冠宇所说的 三排座椅的 七人座的车型 一般家庭的使用 甚至它的V-Class这个车体 也衍生出了像马可波罗一样 可先顶的这个露营车的车型 那当然它在市场上 各个不同的这个 消费族群的需求底下 就诞生出了今天我们棚内 所看到的这个 Exclusive Line的这一款车型 冠宇你可以看到 这个车子有很多很独特的地方 包含了一眼望去 就可以看到的引擎盖上面的力标 这个力标是首次出现在V-Class车型 上面的一个这个力标 那关于它除了车头的整个造型 你可以看到它是属于小改款 修饰过的一个这个车头的这个 扮相之外呢 你会发觉它多了很多 黑化的一些元素 对 搭配它的这个车色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符合 Exclusive Line这样一个 黑金的造型 了解 就是比较奢华的氛围 确实是属于奢华 以及这个符合大老板 移动需求的一个这个选项 那当然呢 以Mercedes在坐这个豪华车来讲的话 它竟然可以在V-Class 上面有这样的展现 不得不佩服这个宾市在豪华车上面 层层堆叠的功力 那观众朋友你很好奇 不就一个MPV7人坐商用车 你怎么可以把它说成 什么豪华的层层堆叠 一般人印象会觉得V-Class不就是 商务机场接送吗 跟豪华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单单就只有力标而已 从它的头灯你可以发觉 它里面熏黑 然后前面这个名牌已经写了 Matibeam的LED 它是属于多光束LED光源的一个 这个头灯 但仅仅头灯能够代表的 什么样的奢华感受 我觉得真的不重要 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前面的水箱护照 是属于多炸式的 对 尤其它前面这个横炸 是属于两条为一组的一个 这个setting 包含它的水箱护照 一样有外圈一个这个 发光的这个LED的这个 四灯式去显示 那在前七八下缘外面 我们这个俗称风刀的这一块呢 全部都换上了黑化 所以单是从车头造型的一个视觉 气势感受来讲 就已经是相当的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车子还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动力部分基本上大致上是维持 一个V250的动力 有190匹的马力 以及44.9公斤米的扭力 那车身尺码呢 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动 包含超过5米1的一个车身长度 然后3米2的一个这个轴距 这都是V-Class的一个标准规格 所以我们不太 不多做介绍了 但是从到车侧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时下最流行现在的大饼框 对 我一直看不习惯 但听说爱大领说 这个非常流行 这个其实从old school的概念来说 它也是宾市的这个original原创 那么来到现在时下 现在这种豪华车都流行 一定要装上这个大饼框 这样才是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需求 这个要另外加选吗 这个在exclusive light上 应该是标准配表 所以我们两个可能是属于这个 非现代人不懂的现代人的审美观 不过除了这个造型的 大饼框的造型之外 冠宇你可以发觉它外边 还是有这个黑化的一个 这个平面的一个呈现 基本上除了大饼的造型之外 它还是考量到了空气力学的一个设计 是属于现在低峰组的一个 饼框的设计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么再来到车侧的部分 其实它这个断面材质的这个水切 其实跟它的车顶上的行李架 其实也是有相呼应的 另外在车身的下缘的部分 多了一个整个侧群的部分 对 冠宇你可以看 在车身下缘的部分 多了整块的侧群 而侧群上面 另外还有这个镀铬的试条 来去做修饰 这一点相对而言 就大幅的提升了这一部车子 在行跑在路上的时候 从你眼前划过去的时候 那种尊贵的感觉 这仅仅是在它黑金外观上面 一件非常小的点缀 打开车门这个部分就很特别了 关于你可以看到它有 双12.3寸的这个数位仪表板 那另外它在整个门板 在仪表台上面 都有着这个皮革包覆的一个 用料的一个仪表台 以及车门板的部分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它整体现在前面 仪表台的这个外框四框 中央的这个控制界面 MVUS的这个控制界面 都用了大面积的金属质感的试板 那包含了这个方向盘 还是采用的是 真皮的一个多功能方向盘 另外两个前座椅都是电动可调 具备有三组机 同时有通风以及加热功能 这光在前座的部分 就已经是非常的有戏了 那另外这样的一个商务车型 大家一定会说 乘坐起来会不会不舒服 标准配备的是 Airmatic的气压悬吊系统 那当然来到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后面 是属于这个暗色的一个 这个玻璃对不对 而且比例是1比1 对比例是1比1 其实它上面也有大面积的 全景式的玻璃 天窗 车内也有15个喇叭的 布马斯特系统 那当然打开了这个电动的侧滑门 这才是这部 Esclusive Line车型的精华之所在 冠宜你看到没有 后面是两张独立的 Ultimate的座椅 那两个座椅包含各带有两组的记忆 也就是说当你在上面 你可以设定一个是休憩模式的一个setting 另外一个可能是办公模式的setting 那当然两组座椅都附带有腿拖的一个设计 冠宜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一样宾室经典的一个座椅控制的旋钮 在这个调整按键在上面 在扶手上面 所以它有一件的这个飞航模式的 倾导的这样的座椅 那也有记忆的功能 有通风有加热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放手机的一个这个位置 只是稍微可惜一点 这上面那个平板上 是并没有看到有充电的功能 但是它在座椅的两侧 你可以发觉在这个 靠近中央内侧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小内侧有一个小袋子 是 这地方可以方便你放手机 不会掉到这个座椅的缝隙里面 另外在座椅的外侧 你会发觉弹出来 它可以有一个这个飞架 所以算是非常贴心的设计 那事实上其实在前座椅的椅背 也可以提供 后面第二排的乘客 一个非常高质感的一个小桌板 而且这个桌板面积其实真的是不小 而且它是一个皮质铺陈的一个桌板 所以基本上非常的奢华 尤其是你看到这个米色的内装 其实相对于看起来有温度 而且这个也有豪华感 充满了这个舒适的一个感觉 其实它是NAPA材质的真皮座椅 它用上NAPA 对 所以在这样子 不管是前座二排后排 都能够拥有很好很舒适的一个表现 当然在后排第二排我觉得就真的是 它的这个精神之所在 因为两个独立的头等座座椅 包含了脚拖之外 其实还有脚踏 就是如果你没有用到脚拖的时候 你可以脚踏在上面 还有脚踏在地下这个地方 这是很多商务车到目前为止 没有做到的地方 都要到外面来去另外的做改装 这一点我觉得是在这个车型上面设定的是 非常非常的高级 那当然它里面也有64色的这个 环仓的一个这个氛围灯 这个目前来说本来就是宾室的一个 强项 但是在这一次它这个氛围灯的设计上面 我个人感觉没有那么的夜店风格 是符合这样子程度的消费者 所喜爱的一个这样的光型的 光型以及光泽的一个这个展现 那到车尾关于你可以发觉 这车真的是不简单 因为它的水线一路延伸到后面 比起这个 以前我们看到你所谓的这种商务车型 平凡无奇的这个车 车子来说确实是多了一点点 不一样的展现 另外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 这是AMG Lite的一个小尾翼的设计 这一般车型 AMG Lite 对一般车型也没有的 一般车型也没有的 那尾灯的部分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尾灯也是 三条的一个这个光束的设计 这一点我觉得 这现在V Class确实是做出了 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展现 那行李箱的这个尾门呢 它可以分开 对 它后窗的玻璃是可以独立的开启的 那开启的部分呢 它的高度其实 是很友善 是很友善 方便你不用跳进去像浴缸一样 拿去捞你的行李 它是很方便的这个去收纳 以及这个拿取你的这个行李 那另外冠影你看到没有 窗框的下缘 包含了Marsay Spence的这个车型名牌 以及下面整条的镀铬的一个 这四条 让这部车呢 还是能够展现出非常高质感的一个这个感受 那当然啦 行李箱的这个尾门 也是采用电动化的一个设计 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车子啊 充分的展现了这个 兵士在商用车型呢 把奢华的这些元素啊 以及目前市场上顶级的消费者的需求 都放在这个里面了 这件事情来说 他确实做的真的很好 我记得我也是去日本出差 在日本出差从机场接送啊 那到我的下榻的饭店 从我饭店到我这个出差工作的地点 其实这一段路程真的是蛮长 大概都要到50分钟到90分钟左右 不等的路程 那当然主办大会很贴心的准备的 就是这样子一个这个车型啊 那个座椅啊 确实很好坐 很好躺 很好睡 而且呢 兵士的Aer Spence的气派悬吊 真的坐在上面 你不觉得 你不会知道说 如履屏地 它是 你不会感觉到 它是一个这种所谓的MPV的这个车子 你觉得坐在这边 好像一个豪华大交车 真的很舒服 对 不得不说啊 其实兵士在V-Class上面 它分种真的分得蛮清楚的 它有豪华奢华的这种选项 另外呢 接下来兵士他也要推出是 Vito的Tuner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重点在哪里 我们刚刚看到了V-Class 它里面最高级的V250D 这个Lucifer 这个车款 你可以看出来 V-Class在这高规车型上面 它设定是蛮奢华的 而且在它整个车型里面 它有三款车型 但是你刚刚讲到 它新推出来在10月才刚刚 就是说宣布的 它要导入这个Vito的Tuner 这款车型 它就不一样了 首先就尺码来看 现场来的车型 它有车型有不到5米的 现场的Clusive它是5米1的 但是像这个Vito 它的车长就来超过5米3了 它的轴距也超过V-Class 基本上就长 车长跟轴距都多了23公分 多了23公分 那这是尺码 在车头部分 我们看到V-Class 钻石车头 甚至力标都出来了 Vito它走的是 比较商务的车型 它的水箱套不会做 它有做一点遮掩 它只有三道的横杠 然后没有做太多的装饰 因为它强调是 比较商务用途 尺码上 外形上 有着区别之后 座椅部分也有差别 V-Class它座椅有三款车型 它座椅有六座 七座 八座 但是在Vito上面 就只有单一 九座 三排九座 那再听起来你就知道了 九座坐的人多 当然就 商务的色彩相当强烈 它就再较多人 然后尺码加长 让它怎么样 行李箱加大 像现场来的这个 V-Class250D 它即便五米一丝 长周的 它的后面行李箱 大概是1010 就一千公升出头 但是到Vito的时候 它一千四百公升给你 一四一零 租租给你 四百公升给你 所以你看出来 它是个商务用途 作为机场接送 那后面即便全员再买 你放行李也绰绰有余 做环岛旅行 做什么那种接送 比接送更高级 就是你环岛旅游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Vito的Tura 它强调就是商务用途 然后不是给那种大老板 大老板做的 具体要在现场这款车型 所以它这个车型 提供就是多元的选择 的确 不论商旅或是商用 其实V-Class提供 更多元的一些选择 那我们看到是属于 传统燃油车型的部分 可是宾市它不只是在 这个传统动力上面 它有所琢磨 甚至于连接下来新能源 电动车 听说也有MPV 这种电动车的消息 是吗 瑞克 纯电的MPV 其实宾市这边 他们预计 在可能 最近可能是明年 2026年 就要来跟消费者正面 因为为什么 其实在 同路上面 其实他们的 纯电MPV的伪装车 已经被拍到了 那当然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V-Class 毕竟是一个 宾市品牌的 豪华的这种MPV的车型 那当然有燃油动力 也需要有纯电的动力 所以他这次 他在这个纯电的MPV上面 大家被拍到的是 他有尾装车 可是他在整个底盘架构上面 也是用所谓的 新世代的Van EV的平台 那等于说他这个 在这个平台的话 基本上是针对MPV 来做了一个纯电动轰的平台 那他有好处是 他采用这新世代 这种模组化的概念 所以他可以把中型的MPV 用上这一个 纯电的一个MPV的平台 他也可以用中大型 甚至用大型的MPV 都可以采用这一个 Van EV的电动车的平台 所以他的对应的 这种轴距 可以适时的 依照他这个车型 想要推出的课程 甚至需求来去打造 然后我觉得他正是在 这个新世代的 这种电动车平台 有个好处是 他起码把一个好的科技 给放上去 就是说他之后的 这个Van EV的平台 他会用上800伏的 这个充电的架构 那就会让比如说 可能叙时里程 或者是用上大电池之后 他可能会让整体的效能 叙时里程 来到一个 还有充电速度也变快了 对 然后整个充电速度 变快之外 他的叙时里程 那电池也可以放得更大 对 等于说他的整个在行驶的需求上面 运输或者是承载的用途上面 可能会更加的有效率 那未来甚至除了这个MPV的 纯电平台之外 未来在整个算是轿车的市场 MARCITY BANCE这边其实还有其他计划 但是说其实目前 它是会针对长轴的CLA 还有长轴的GLE的 那种COOP的车型 SUV的车型 来去做纯电的一个平台 不过目前这个平台 你听就知道是中国大陆 是 就是在这个跟北京奔石一样 北汽集团所合作的 北京奔石将会退出 这个新世代MMA平台的 长轴距的纯电的跑房车 轿车以及跑房车 那这个基本上它也是 虽然说是中国专属 近期短期内 跟我们台湾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它在整个电能的架构上面 它也是一样朝向 它之后的EA的 算是MPV EA平台的 这个规格来看起 它也是会把800伏的 这个充电架构 给导入在这个车型上面 所以我根本觉得 未来宾市的一个 纯电车型上面 可能平台可能会更新 更强 效率更好 那再来可能就是会把800伏 这个原本车系 比较缺乏的这种充电速度 这部分全部的导入在自己 可能是中间的车型上面 还是入门的电动车型上面 所以我觉得之后的 宾市电动车还是可以期待的 是 而且宾市在做MPV上面 你看在豪华品牌里面的选择 尤其是属于这种欧洲豪华品牌 来说的话 好像只有宾市在做这种大型的MPV 那其他车厂呢 比如说其他的欧洲的 这个豪华品牌车厂 好像都没有看到 对 我觉得应该说欧洲整个 车厂的品牌 不管是豪华还是平民 他们对于整个欧洲的用车 喜欢对MPV这件事情 尤其是所谓的中型 中大型 家庭用的MPV这件事情 他们似乎没有特别喜爱 那我觉得这有点是像 他们用车习性 因为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 Wagon的一个版本 或先背车 他们到现在还很喜欢 没错 那有说MPV这种所谓的 车式高度比较挑高 这种车体的一个设计的话 其实好像日本人比较喜欢 那其实我觉得有点 有点眉目 有点虚似 你可以看像BMW以前在上一代 有2AT ActiveTure 然后还有GT 就是GrandTure 就是GT就是等于2AT的这个 多了屁股加长一点点 然后从五人座 变成5加2座的感觉 车式也稍微挑高 但后来这样 目前现在新一代的 这个二系列的话 他就只有提供ActiveTure 就只有五人座 七人座的版本没有了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可以观察出来 欧洲人对于这个MPV车型 尤其是我刚刚讲的 中型中小型这一块 他们没有特别喜欢 包含你看福斯 福斯以往在MPV车型上面 有这个Turon跟Charron Charron也停止生产了 没有后继车 Turon也发展好久好久 一直没有更新 代表其实市场需求度 竞争者少之后 其实它代表它车型的更新 需求度都没那么高 可是福斯商里有那个T系列 对所以这会变成 如果真的需要MPV 这种大空间的话 他们直接跳到 所谓像刚刚讲V-Class 然后福斯的T系列 那像T系列也有所谓的 比较一般商用的一个版本 包含比较豪华的 ViuTV的版本 所以我觉得他们 单纯是在于说 欧洲人他们对MPV的 这个想法跟设定不太一样 那其实一讲到欧系的MPV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会联想到 Volbo最近推出了新的纯电MPV 我们有时候就说 其实纯电车是什么车款 一个是都会的小车 短程移动非常好使用 再来是如果今天强调 这种所谓的 希望宁静度 这种行入质感的话 有时候强调豪华的MPV 又非常适合 所以Volbo有出了 这种EM90 那我又觉得其实EM90 你说它是因为符合 所谓的想要去扩展 Volbo品牌的豪华MPV 大型MPV的市场吗 我会不同的观点 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清楚 EM90它是这个吉利集团 在资源共享之下的一款产品 那双真真是大陆的极客009 所以我觉得它到底是为了去扩张 所谓欧洲的大型豪华 纯电MPV的市场 还是单纯集团里面 资源共享一种操作方式 我觉得我会比较倾向后者 一种思路 那再来的话 其实讲到大型的 所谓纯电的欧系MPV的话 又讲到台湾刚上市的福斯的IDBUS 那我觉得它又不太一样思维 其实IDBUS的出现 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是在于 整个福斯集团里面的 这个MEB的纯电新的平台里面 整一个产这个车款 那你福斯有它的对应产品 Shikoda它的对应产品 奥迪有它的对应产品 那对于福斯商旅来看的话 那其实它也可以借由MEB的平台 发展出所谓的纯电的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纯电的T7 但不太一样 万关设计 内装设计器其他 完全跟T7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 对于福斯商人来说的话 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跟体验 当然台湾市场它价格的话 目前是推出Pro S的版本 那马力也有280GP 那我觉得它电池也很大 91度电 那价格我觉得目前开出来 定价是239.8万 我觉得比我预期中来的 清明一点点 是啊 我因为以为要过量 它比一个贸易商引进来 然后有那个竞争力 对我觉得这也是所谓的 总代理这件事情 它一定是在价格 然后帮它后勤维修这一块 一定有它绝对性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整个看起来的话 欧洲人对于 不管是豪华品牌 或高级品牌 对MPV的一个想法跟设定 有它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然后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对于说 大型MPV来说 你要豪华要商务的话 他们确实在这一块的发展 相对是成熟很多 大部分的家庭 甚至于大部分的消费者 来说的话 这一类大型的MPV 可能你一个人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像司机 所以如果适合家庭 而且又可以自用 甚至于商用 都可以合一的车款的话 那当然SUV三排座 绝对很合一啦 来看看近期刚开款的 KIA的SORRENTO 它到底表现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KIA SORRENTO 在外贸上面 有着大幅度的变革 尤其是在车头的部分 换上了这个STAR MAP的 日行灯组 这个态势 完全的像当家纯电旗舰 KIA EV9看齐 而在两侧 也配上了LED的头灯组 中央则是大尺寸的立体式 三维水箱护照 相当的气派以及豪华 在车尾的部分呢 也有全新设计的厚薄杆组 在尾灯的部分呢 也像车头一般呢 可以呈现STAR MAP的光型 当然除了这个STAR MAP的光型之外呢 整体尾灯里面的线条 也非常的特别喔 因为它的光型线条组啊 就跟我们看到 内装座椅的车缝线是一样的 采用松叶双斜纹零格的配置啊 看起来相当的亮眼啊 而小改款的KIA Sorento呢 整体车长来到了4815mm 比起小改款前的车型呢 多了5mm 不过呢其实它在前旋的部分 反而少了5mm 所以在后旋的部分呢 拉长了10mm 是让这台车的总长啊 放大了5mm的关键啊 车宽依然是1米9 车高还是维持在1米7啊 方便进出有限高的停车场啊 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适合 台湾市场的一个需求喔 而小改款的KIA Sorento 有两种动力来源可供选择 第一个是柴油涡轮增压引擎啊 配上了8速的DCT变速箱呢 有着194匹的最大马力 以及45公斤米的最大扭力喔 我想KIA的这一具柴油引擎呢 是一直以来受到非常多消费者喜爱的一个动力来源喔 而另外一个动力呢 则是汽油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了马达出出的Hybrid动力啊 配上的是6AT的变速箱 有着235匹的最大马力 以及37.4公斤米的最大扭力喔 当然在柴油动力以及汽油引擎 都有着二轮驱动以及全轮驱动的选项 像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的就是全轮驱动的汽油涡轮增压引擎的Hybrid车款喔 这样的配置呢也是在小改款之前车型上所没有提供的 以目前市场在这个极距里面三排座椅的大尺寸休旅车来讲呢 KIA的SORENTO可以说是相当的高级啊 配备也非常的满载啊 在外观上你已经可以看到KIA SORENTO全新的样貌 而我更喜欢的是KIA SORENTO在车舱内的一个铺层啊 你会发觉双前座椅啊都是电动调整带支撑 而且呢都具备有加热以及通风功能 同时双前座椅再加上了一件放松的配置啊 哇真的是相当的高级啊 你也可以在右前椅背的左侧啊 看到有座椅电动调整的控制按键啊 这个方便驾驶以及后座的乘客 随时呢依照需求来调整右前座椅的位置啊 另外在驾驶座的部分呢 也安装了备受好评的一个按摩功能 而这个按摩功能是利用7颗气囊的充放器 来对驾驶者施以不同程度的放松 而第二排座椅配置上的改变呢 可以满足6人座以及7人座的需求 像我们今天驾驶的就是6人座的车型 所以第二排座椅是配置2张的独立座椅 中间还有一个通道可以通到第三排 其实非常的方便喔 另外KIA Seranto在第三排座椅上 有ISOFIX的固定装置呢 这个有小孩的父母亲呢 马上就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而在驾驶人的前方 你可以看到两个12.3寸的全曲面螢幕喔 尤其它是以驾驶导向为设计啊 也就是说不管我是看前面的一副 或是看右方的螢幕 其实视线的距离是一致性的 在右边的这块12.3寸的曲面螢幕呢 还具备有触控的机能 除此之外呢也有相当便利的配备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这个电子后照镜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把后箱装满的东西啊 其实传统的反射式后照镜呢 是看不到后面的路况了 再加上电子后视镜的镜头 可以有比传统反射式的后照镜 有更宽广的一个照射距离啊 这样也可以大幅的降低视觉死角啊 作为一部家庭用车爸爸妈妈可能在不同的时刻 会使用到这一台车辆 车上也配置了一个指纹辨识系统 这个指纹辨识系统非常的有趣喔 它可以针对两个不同的驾驶人 对这一台车所做的不同设定 来去做储存 当然这一部车子也配置了 BOSE Premium Sound System 总共有12G的扬声器 来呈现一个无损的音响效果 刚刚我们提到驾驶座两侧的支撑啊 会随着驾驶模式而自动调整 在中央的旋钮上 你可以有Eco、Smart以及Sport的驾驶模式选择 当你切换到Sport的驾驶模式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啊 这个座椅两侧的支撑啊 就自动的把你夹了起啊 来去提供更好的一个包覆性啊 同样的在这个旋钮上按一下 你也可以看有地形模式的选项 它提供了对应雪地、泥地、沙地 不同路况的一个驱动形态 而这次在方向盘后方的拨片呢 也提供了相当不一样的体验啊 一般来说在电动车上 这个拨片提供了动能回收等级的选择 在燃油车上则是提供驾驶人手动换挡的一个选项 而KIA的SORENTO呢利用这个拨片把这两件事都做到 当你的驾驶模式如果是设定在Smart或是Echo的时候呢 这两个拨片就提供了一到三级 不同程度的动能回收力道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AUTO啊 让它自动的在一到三级的动能回收中做选择 不过当你把驾驶模式切到Sport的时候呢 这两个拨片就可以让你轻松的控制 是这具6AT变速箱的升档以及降档 所以一套控制器可以管理两个系统啊 这个游戏KIA已经玩得相刚透彻了 因为在中央冷气出风口下方呢 这个带有实体旋钮以及触控按键的面板上呢 一样具备了有管理双系统的模式啊 非常的聪明 讲到聪明这一次KIA Sorento上 还有一套非常聪明的系统 叫做EVMC 它是利用车辆本身的这颗电动马达 来做车身的稳定度控制啊 听了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它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例如说我们行经不平路面的时候呢 车身会有前后抚养的状态 这个时候马达就会利用正转以及反转啊 来降低这个抚养的幅度啊 又或者是说像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弯道上行驶啊 同样会利用马达的输出啊 来提高啊车轮的抓地力啊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它会结合雷达以及摄影机啊 当FCA的这种防撞警示启动的时候呢 就表示前方有障碍物必须得要紧急刹车 而驾驶人在这个时候做出了闪避动作 当我们要闪避它的时候呢 这时候马达会进行刹车 辅助我们去完成这一个闪的动作 当完成闪避的同时 你要切回来原本的路线 马达又会进行运转 来协助驾驶人将车辆引导回原本的行驶路径上 所以它整车的主被动安全系统也是非常的完善 包含它车体采用超刚性钢材的比例呢 也从55.3%提高到了56.9% 另外在DriveBIOS的智慧系统上面呢 也是满载啊 在小改款升级上面也增加了两个安全漆制 像我现在要停入这个停车格呢 这时候呢PDW的停车车距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在车子的左右两侧 它加入了侧向的警示功能 有没有 现在我离这台车太近 它这个地方就已经显示成了 红色警告我 叫我要小心我的battle不要去撞到别人了 而在驾驶座的前方 你也可以看到一个环车的车距显示 那像我们现在要倒车离开这个车格 如果这个时候有行人走过来的时候呢 也不用担心 因为车子配置有PCA的停车防撞系统 在必要的时候 它甚至会帮你踩下刹车 是非常的便利的 不让韩国车专美于钱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日系车 这样是CX-90 它也是不遑多让 带来了更多的豪华感的氛围 对不对 大伟哥 是啊 我在看到这个CX-90 我就想到它之前的CX-9 因为我家里也有人在开这个CX-9 然后我朋友也是开了CX-9 后来开CX-9 他们说看到CX-9之后 他们发现了 这个马自达在造车的工艺上面 真的是让他们是一买再买 那为什么一买再买呢 因为你看今天 我说三排骑人做的SUV很多 但是要做到像马自达 它强调的就是有一种 Near premium的一种设计 它真的还是做到了 我们看到现场来到这台的 它是属于一个全尺码的 你看它来到5米1 然后这个轴距也是3米出头 但是3米出头这样150 这样的SUV你看起来 应该是大口口的 而且它车高又将近1米75 但你看到现场这部CX-9 它从车头到车车 你看起来都是非常帅 为什么 因为马自达在这设计上面 它强调就是魂动的设计概念 你看它的车头 看起来又更壮硕了 魂动之翼的这样头顿拉出来 水箱罩拉出来 你觉得这部车车看起来 就是有个气派的感觉 那我们接着来侧边来看看 今天马自达它很特别的地方 它强调的就是 我在它的东西从CX-60之上 它开始走的就是前置 这个前置 这个后驱 然后来这边 它全部CX-90全部都是AWD 都是全驱的设定 它车身线条拉得很漂亮 而且你看前后旋拉短的时候 它侧边又有一个飞板 Inline 6 我代表就是直列六缸引擎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车厂 就是说一般的亚洲车厂 不会再做这个 可以看看一般的德国车厂 冰市或者是Range Rover 他们还是有在做直列六缸引擎 为什么 因为他们直列六缸引擎 有带给他们一种动力上面的一个满足 甚至在转向操控等等的 另外一种还不一样的特性 所以马斯达在这动力特性上 它在三排六人座 七人座的SUV 它就放入了这样子一个 基本的动力配置之后 造就了它跟人家很不一样的一个设计 对 因为我觉得它很多 这么多的市场竞争这么的激烈 它必须要做出跟别人一样 不一样的这种区隔性 它才能够脱引而出 冠英讲的一点都没错 首先它用它的动力 用它的身形 就跟人家告诉大家说 我就跟人家不一样 包括今天来现场的配色 我一般都知道 马斯达最强的就是混动红 不用讲混动红 通常在停车场看到 最漂亮的那个红色的车子 十有八九 不是法拉利 就是马斯达 对不对 而今天来到现场 这叫做工匠红 工匠它不会像那混动红 那么亮 但是它会有种深沉的异味 我觉得配在CX90上面 刚刚好 为什么 因为它 我们上次在台东试车 它现场除了白车 也有黑车 也有蓝车 也有黑色车 深色车特别好看 因为把它的线条 带得特别漂亮 尤其马斯达车子 不讲究有冷冷嚼嚼 我都以自然的心 它的线条不多 看它的板件的整个的曲面 对 没错 线条 那种味道 是用那样子的那种 好像一个流线的感觉 创造出来的 我常常说 它就像个美女一样 身材没有任何这样 就是你要硬是要做的线条 可是就是那么自然 那么顺畅 那我们打开它 我们看 好豪华 你看一打开 就觉得豪华感 你看它的控台 也是12.3寸 那你看 控件都有保留 那有传统排挡感 可是你会觉得 刚刚好 在这部车上呈现的 就一个恰如其分 但是它科技没有减损 像你看到它现场 这张座椅 它有导入什么 身高自动辨识系统 就坐姿辨识系统 你只要收入你的身高 它会建议给你 帮你做一个调整 对 就是包括你坐以前后 什么椅背 对 它都有一个建议值 对 调整出一个 大略的一个坐姿 这就是说 这是一个最 应该是它认为合理的 但还可以做细条 因为每个人身躯 身长比例不定 老美的身材 跟我们东方人身材 也一定不一样 再自己坐为一条就好 但我觉得这好处是什么 它已经抓到一个安全 因为它是设定 这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坐姿 安全 而且合一的坐姿 那你在做细条 当然是配合个人 可是我觉得它记忆下来之后 那当然就以后 就是你专属坐姿了 那我们再看到它的后座 今天来到现场的 这个门开启 几好多就 真的是垂直 真的完成 90度 这样进出是很方便 对 因为它有三排座 所以它门必须要坐得 比较开阔一些 而且今天来到现场的 它是六人座 也就Premium Captain Seed 也就前面是双座设计 这双座设计 但它不是所留的空道 因为它这空道是 还是保留有饮料座 然后有这个服务手等等的 还有置物盒 但它有三驱空调 也有它的后座的通风 我强调很多车子 现在后座有电热 但是过去在CX9的时候 它是走电热功能 但电热在台湾来讲的话 台湾比较偏热 然后又弄暖冬等等 所以反而是通风座 也比较受到欢迎 这个很值得鼓励 是 所以它这次新车 它除了现座有通风 它后座也有通风功能 这我觉得很棒 那当然它有第三驱的恒温 甚至还有遮阳连你看 对 这不只很适合家庭用 我觉得商务也很OK 是 是不是 我觉得在这种配置之下 让它这个后座的买家 也可以获得满足 那当然家庭买家也很好用 那我常常说 这部车子好像看起来 没有中央走道 那会觉得进出很不方便 我给它做示范一下 你看 各位看看 也很方便 垂直的开门 然后它扩大它的后门 进出的这种空间 便利性 对 所以它进出是蛮方便的 对 然后在我们像看到一般的SUV 如果你要是做三排的话 会觉得后面第三排 它好像是加二 所以它就是那个板凳杆 以及那个椅面会短短的 对 可是它是全尺寸 是 在第三排座椅上面 是 它第三排座椅的舒适性 感觉又多了一些 虽然它仍然会就是 比如说大腿的支撑性不够 对 它毕竟是稍微 再往上一点 它毕竟在坐在后座上面 对 而且加上它是 剧院式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坐在后面 稍微高一点点吗 但是我觉得全尺寸 已经是完胜了 我觉得今天这台CX90 它也是代表的另外一种 就是我在兼顾乘坐的质感上面 我带给你另外一种 动力的表现 然后也带给你 我马兹达在设计上面的 另外一种 自觉的感受不一样 对 没错 而且是身为这个品牌里面 最旗舰的车款 我们看到除了CX90之外 其实最近在市场上面 有好多这种七人座 三排座的SUV的选项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选择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是的 以今年看起来 这个三排座椅的七人座SUV 是新车满满 首先呢 就是刚刚我帮大家试完车的 这个KIA的SORENTO 你会发觉它的这个售价 它从165.9万到194.9万 因为它有四种车型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的打击范围 稍微的比较广一点点 那它两种动力分配是柴油的动力 以及这个Turbo Hybrid的一个 这个动力来源 原来动力其实我都觉得蛮推荐的 但是看你在市区使用的多呢 或是你跑郊区野外的多 那都蛮不错的 那它四种车型是刚好是它 它分别在它两个动力上面 都各有二轮传动的车型 以及全轮传动车型的车种 可以去做选择 所以说是应该是说 选择性是满这个 能够符合消费者的期待以及需求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IKEA SORENTO來說 算是韓系品牌里面高规格的一个 这个车种 它的整体的一个质感 用料以及 这个配备上面来说 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再来你可以看到Mazda CX90 就是刚刚David哥跟我们介绍 那它的价格呢 就再更高一些 从179万到211万元 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单一动力来源 3.3升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它拥有的是一个六缸车型 这个引擎运转绵密度的一个 这种质感 所以它开起来感觉相对的 就输入这种加速性的这种感受 跟它的这个引擎运转的精致度 都非常的不错 那也有三种车型来 可以供消费者选择 当然 211万这个车子是 后面是第二排是 两张座椅的这个车型 相对而言 是更加的这个豪华以及高级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日韩车的这个 SUV的这种三排座椅车 目前来说 他们刚好都是属于他们品牌里面 算是比较顶规的一个旗舰车型的选择 那当然啦 在它的这个用料啦 质感啦 配备上面 我觉得都有到达相当高的一个这个水准存在啊 所以不管是外观的设计啦 内装的质感铺层啦 还有驾驶起来这种运转的一个这个精致度来说啊 都是属于上层之选 那当然最新的你也可以看到以这个欧洲品牌来讲 Chicora的这个Codec 它也是推出了这个小改款的一个这个车型啊 那这个算是大改款的一个车型啊 对 不过我看起来来讲的话 外观内装呢 跟整个车体的车体是有一些大幅度的修正 不过它的这个底盘啊 引擎啊 变速箱动力来源 都还是跟上一代的车型是一致性的 那它有两种动力呢 两种车型 153.8万到173.8万 但是哪两种动力就很特别 它只有这个汽油引擎 不像Sorrento有柴油有Turbo Hybrid 那汽油引擎的部分 它是1.5升的这个涡轮增加引擎 跟2.0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跟2.0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所以在排气量的选择上面 就有所不同会影响到一些 碎晶上的差异 没错 那虽然像CX90就是3.3嘛 不过它就只有一个动力来源 所以你也不会要考量碎晶上的这个问题 但是在Codec就有1.5的这个排量 跟2.0排量碎晶上的一个考量 然后呢 它的两种车型分别是1.5的这个 二轮传动 以及2.0的四轮传动的车型 所以你会觉得 怪怪的 那就说 我可不可以选1.5的四轮传动 没有 我2.0我不需要四轮传动 我只想要二轮传动有没有 也没有 所以就说在选择上面会 虽然感觉起来有1.5 有2.0 有全能驱动 有二轮传动 但是但是就是说 根据它的这个配套 你有点被局限住的感觉 不像KIA的这个水轮頭 有那么充足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动力来源 在不同的动力来源下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驱动方式 这个是比较可以提供消费者 来去做选择时候的一个参考 那另外呢 以Skoda Kodiac来说 它的配备相当的不错 空间表现确实也非常的好 那行驶起来 感觉这个行路性的这种调性 稍稍就比较比日韩车型来说 它可以说是比较硬朗一点点的 比较欧华 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樸实无华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整体在驾驶起来的感受 包含了变速箱运转的噪音程度 换挡的细腻程度 确实是不如日韩两个车型来讲 严格来说它会属于比较 直接 比较工装类型的粗犷感受的那种 运转细腻度跟精致幅度 没有这两款日韩车来的 这么高级的感觉 除了我们看到这几款的 7M座的SUV之外 我们最近也看到在这个巴黎车展上面 福斯也发表了 它的这个7M座全新的SUV车型 据说这台车就是提逛的 All Space的后继车款是吗 没有错 其实在 刚刚有提到 其实刚刚艾大帮我们介绍 是两款的日韩的三排座的 7M座的休旅 然后还有一款是 欧系的Skoda的Kodiac 也是三排座的7M休旅 那接下来福斯Wagon 其实福斯Oboswagon 它其实在7M座的休旅上面 刚刚有提到 台湾这场之前有导入的是 提逛的All Space 那之后他们想要让 这个All Space这个车型 稍微再独立出来一点点 把车名稍微改一下 之后的车名可能会是 叫做Tyron 那会用Tyron 来取代 Volkswagon的这个 All Space这个车型 那其实除了车型的取代之外 它的车型尺码 大概就是介于提逛 跟之前的Tour Rack之间 那车型尺码还是稍微接近 差不多在4米8左右 所以它的当人尺码 会比一般五人座的提逛 来的大上不少 大上不少 然后动力来源 基本上也会用 现在Volkswagon集团的 比如ETSI 新油电 然后TSI的涡轮油电 TDI的柴油的涡轮 然后还有E-Hybrid 插电式油电混合 这些动力都有可能出现在 这台Tyron的身上 然后之后 这台Tyron 在欧洲市场 基本上会用Tyron 这个车名 来跟消费者沟通 不过在北美市场 他们还是会维持 提逛All Space的 这一个车名 在北美市场来上市 所以我觉得 在不同的市场 他们应用不同市场的 一个需求 或者是消费者的 这个印象 来定义 他们新推出的车款 要怎么样来去 在市场上面 来进行一个贩售 然后呢 比较特别的是 之后这台Tyron 它会有上述 蛮多的 这个多元的动力 然后其中 这个E-Hybrid 的插电式油电混合 甚至有超过100公里的 这个存电性 蓄时里程 所以他们觉得说 假设 虽然说动力分布 其实蛮豐富的 就是你不管要柴油 汽油 油电 甚至插电式油电混合 都有 但是未来在上市的时候 我觉得不同的市场 会有不同的这个 产品设定 以台湾市场来讲 大家 大家对于这个 其实也不陌生 毕竟在台湾 其实有放售过 假设你在这个 Tyron 之后可能会进来 台湾市场 我目前觉得 虽然说还没有听到 一个官方表明的 一个正式消息 但是确实现在 以没所谓 跟在台湾的产品来讲 好像缺少了一台 多人做 SUV对不对 好像少人少了一台 因为毕竟你看像 即便有七人做的 像是图乱好了 图乱也有七人做 图乱现在还有在卖吗 图乱其实 还有在卖 但是其实 坦白来讲图乱的产品 其实稍微久了一点 对 但我觉得以七人做 SUV市场来讲 某所谓跟台湾 还是需要有一台 强而有力的产品 来刺激一下 国内市场投入者 其实也唤醒一下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